国小的营养午餐在便利商店也买得到 台中大鹏国小参加台湾学校营养午餐大赛 以五股饭 五味湿木鱼 蔬菜 豆腐 烘蛋等菜色 获得超商商品化奖 现在大家也可以用铜板架 把这些营养午餐带回家 国小厨房内厨师们全副武装 忙进忙出 忙着洗菜 炒菜 准备学生们的营养午餐 而现在就好滋味 不只能在学校里面吃到 超商就能够买得到 原来学校的营养师和厨师 用在地的食材打造健康又营养的餐点 以五股饭 五味湿木鱼 蔬菜 豆腐烘蛋 芝麻油菜 坚果地瓜浓汤等菜色 获得台湾学校午餐 商店 商品化奖 考虑到我们小朋友的营养需求 还有主要都是一些在地食材的食用 考量到永续 所以我们不要油炸 然后用汆烫方式去呈现 而这两项餐点在超商已经上架 民众用铜板的价格 就能够将营养美味的餐点 带回家享用 不少民众都说 学校的营养午餐 因为要兼顾到学童的营养 还要做得让小朋友喜欢 现在竟然还能在超商贩售 非常的难得 可见学校团队的用心 不愧是台中之光 节奖指示节台中报道 下期见